我沒有錢 神經病,我改過自身了 我派錢了,你不知道嗎? 不是,你曾經跟我說過會贏獎品 這次也真的贏獎品 你答中有獎品 喂?喂? 冷靜點,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是我了 這個有沒有獎品? 你記得我燒了嗎? 我煮公仔店的時候都笑著煮 哈哈哈哈 吃光了 你有啦,我們出了這樣的禮物 那你答對了,就有獎品 你,你? 不是,沒有那麼豐富 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有沒有聽過Kiyoshiya的SD卡? 哈哈,我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也不奇怪 Kiyoshiya的原名,是甚麼? 不知道 就是Toshiba Toshiba的... 你聽過了嗎? 他一直改名叫Kiyoshiya 有沒有聽過Kiyoshiya的SD卡? 有 我答中了 有 可以照直答,有吧? 沒有,不要緊,可能你少看影片 是不是那個不怕,甚麼溫度 是啊,就是這個,你這裡知道 好像有聽過人家說過 對啊,每個人都聽過,小小的都聽過這個名字 那你這樣問吧,簡單的問題 你不是很厲害的嗎? 知不知道Kiyoshiya是怎樣的? 還有Kiyoshiya是哪裡來的? 應該是油文來的 K-I-Y-O-S-H-I 原來沒有錯了 那Kiyoshiya是哪裡來的? 嗯,是日本來的 像日本 像日本,OK 那怎樣算呢? K-I-O-S-I-A S-I-A S-I-A 喂,喂,喂 S-H-I-A OK 還有一個問題,Kiyoshi有甚麼產品? Kiyoshi有技術卡 還有呢? 技術卡的外服包裝服 厲害,你還有USB手指都有做的 SD卡 如果他有出SD卡的話 他應該有出SD卡保護圖 你當有吧 應該值得一份禮物 真的,我也覺得 給他送一張Kiyoshiya旗卡 好耶 Kiyoshiya旗下的SD卡產品有三大系列 藍卡 一般手機應用 由16GB到256GB 適用於拍這個硬照 全高清影片 儲存和觀看這個MP4 然後還有 紫紅卡 如果要玩航拍 4K Video Action Cam Switch 或者Stamp學習 例如機械人編程 最後還有綠色 高耐久系列 對於一些需要長時間 不斷連續寫入的工作環境 例如家居監控鏡頭 車鏡 如果不清楚 這個時候就可以打電話問一下 Kiyoshiya 香港代理 Muse Digital 被C數碼的客服 就不會買錯幾卡了 OK,歡迎來到我這個新系列的第一集 這個系列 名字就叫做 未知叫什麼名字 為什麼呢? 遲些就知道了 我們第一集邀請了一個香港的魔術師 我們就來訪問一下他 現在身處在他的Studio的外面 我們現在就過去找他了 假裝 Hammie 沒有見 幾個星期前 哇 真的整理得很整齊 是啊 所以這裡整個都是你的嗎? 不是 我跟幾個朋友一起租 Alex也有份 OK 這裡是Alex 這裡是他的 這裡長期很整齊 為什麼 因為他很少上來 因為沒有上來才會整齊 對 我這裡長期都是亂租租的 你也是整理過嗎? 對,我昨天用了一天時間來整理 一天啊? 是 這個是吸成球 是嗎? 就是以前那些classic的三個杯 三個球 那些 其實以前埃及那些是用色仔玩的 對 真的嗎? 我看書也不是沒有的嗎? 真的嗎? 你看那些壁畫 OK 你是世界冠軍 你說什麼我也相信 這個又是魚蝦蟹 這是獨森的色仔 你搖一下 獨森是用這些的嗎? 對,這是說明書 不是 抱歉 那這些錢是你還沒回來的嗎? 呃 這個散字真的有事 對 所以這裡應該沒有其他品牌用的嗎? 沒有,一定沒有 這個是2013年 香港打的比賽冠軍 這個是亞洲冠軍 亞洲冠軍 香港冠軍 對 這些是大會的獎座 這兩個就是FITSEN FITSEN 大家知道嗎? FITSEN是一個等於我們魔術界的奧運 對 好像奧運一樣 奧運有三年一次 奧運有很多項目 跳水、游泳、跑步 其實這個FITSEN都有很多項目 有什麼啤牌、近距離、舞台、大型畫像 搞笑等等 這支魔術棒都算加到重落 很漂亮的 這支其實 它又幫人變魔術 不好意思 你會被魔術師砍死我 怎麼拿去掛口罩 魔術棒跟人一樣 都有高低起落 很少會沒理會用魔術棒 我都不是那麼classic 那些魔術師 也不是,我看到你會用 你會用很多魔術師 每天都在用 好了 現在我們就坐下來 了解一下Hanby 隨便問一些簡單的東西 幾歲開始玩魔術 你為什麼會接觸這個東西 我是八歲就開始學魔術 八歲? 三十二歲 你三十二歲 我是二十多歲 我是十六歲 本到現在都玩了兩年 不 不過我小時候就是一個很悶的人 我是不會說話 笑都不笑 有一次看電視 Depic Copperfield 她的TV Special 你知道魔術很神奇 因為這個世界會有這種東西 又很喜歡看 之後就慢慢才知道 已經很小時候 才發現原來魔術是可以學的 然後我的Auntie又送了一盒 那些Box Set 其實那個魔術師都是這樣開始 都是由一個Box Set開始 你也是吧 很不同的 你不會吧 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童年 對一個人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看電視 令我對這些人有興趣 但你看到是Depic Copperfield 我小時候是看馬德忠 所以大家打過了 我也浪費了 所以你的腦 可能你拿了香港冠軍 亞洲冠軍 在一個世界性的比賽獲獎 那我就要訪問你 我身為了魔術師 我今天訪問了一個魔術師 所以其實你家人 是不是一直都很支持你做這件事 興趣上是的 大到畢業之後 我是讀社工的 不像 都不像 我發覺好像 我都不是很想做社工 那時候又幫一下朋友做助手 就知道商業上的魔術是怎樣的 那我就想到 不如試一下 那我媽媽最初都很反對 因為他有個印象就是 你做魔術師 就像是明星一樣 即是他看得很高 就好像 對 看得很高 其實我是Nobody 魔術師也是挺慘的 有一天他突然想通了 他就說 如果你沒有心去做社工 但你去做社工 那其實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喜歡魔術 你做魔術 但你把社工的元素去做其他 是會做到更加好的 所以我是有教很多人家 我剛開始 我又搞一個有治療性的魔術 program 給一些認知障礙 多有幾億英文去學 有一個個個案是很開心的 因為有個老人家 很開頭的 他是半邊攤了 我就把魔術 設計到他一隻手都做到 因為頭起課 其實他是很down的 都不夠了 都不夠了 情緣過你 是的 很不開心的 但後面就改變了很多 拿起成功感 可能我現在身體出了問題 但原來我還可以做到一些 我本身做不到的事情 是的 我以前都玩魔術 將它變成興趣 其實不是我的職業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做魔術 有些是做得不錯 有些做得沒那麼好 都是陸陸續續會轉了行 魔術這件事 是否真的很難維承生計 或者很難搵食 我有個想法就是 其實很多愛好者會來找我 跟他聊天 很想魔術做全職 我自己覺得 你是不需要堅持做全職 全職和不是全職的分別 就是你是否完全用魔術 去賺你的收入 即是沒有說 我決定了用魔術賺錢 我就不可以用其他途徑賺錢 是的 這世界是自由的 還不可以逼自己全職 講到這裡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在做全職魔術 你試過最多一個月 找到賺錢大約 講不講 我其實沒有算過 因為我同事 我有出產品 出過我的產品 出過我的作品 因為疫情 大家的魔術師都很痛 很多人都轉了行 換做外賣 換開店 有些人拍片 是 我想其他一個最沒有受影響 我的魔術作品 全世界很多人都會變 要變就要買 這一方面 我在賺全世界魔術師的錢 魔術師都不是石頭爆出來 魔術師都是有繁榮出來 他們都被疫情影響 經濟的時候 不停賺他們的錢 你可以這樣說 可笑 所以會不會有六位數 那有一定 七位呢 七位就 應該沒有 但這個是個別例子 因為Hammie 以我所知 出了很多產品 還有賣得很好 很厲害 但如果是做表演 都很難的 但應該都試過 最低真的可以整個月沒有掃 可以 大白 對 不足夠參考 那個人這些 我也講一下觀眾很關心的問題 但這個其實我也有答案 很多人都會想知道 有些人會說 我學不可以上來 追女生 哄女生 其實以你今天今天的成就 你覺得有沒有效呢 嗯 我們是 不追求女生 我們是被女生 我們是被女生 OK 所以你覺得可以嗎 好 追女生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你其實 講到尾 你都是看這個人的 很臭人 很骯髒 沒有魔術給你看 可能很激 未必會喜歡他 你可能看完 你都忘記了這個人 但你可能看到魔術 但我想劉德華 玩一個很簡單的魔術給你看 嚇壞手掌 為什麼 因為他喜歡那個人 其實講到尾 我覺得都是看這個人 那你可能魔術會幫你一點 就是那些 感上天花 對 那些幫你開個 topic 其實我想跟你有時候 那些人追女生 你要帶女生去吃飯看電影 然後慢慢一起做 那是不是吃飯就可以追女生 是不是看電影就追女生 不是 是你的過程 只不過你採取什麼行動 我會帶你吃飯 我會帶你看電影 你去到吃飯 你一隻不出鏡看著 那應該也不會有效 我呢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為了 想認識女生 學魔術 我可以很認真跟你說 是沒有用的 我試過很多次 就是我在一隻 整個人出來 吃飯也好 喝東西也好 你變魔術 你整個人在看的時候 你變完之後 留下的全部都是男生 是 這個絕對是 女生其實不太喜歡魔術 我想說 但這個是我們一個 普遍男生多一點 我想說 這是我們一個錯覺 因為我們是男生 我們喜歡魔術 我就覺得 那應該其他人都喜歡魔術 但我想說大部分女生 其實不太喜歡魔術 因為他經常玩完 那些男生 說怎麼弄的 教我 這女生就去那裡 帶我認識警察 我可以調尊 那可能有問題 那我明白了 那你們當我沒有說過 原來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為了 想認識女生 學魔術 我可以很認真跟你說 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真的 我不是說笑 反而去喝酒的兒子 是 Cut了 可能那些孩子 會覺得 你懂魔術 又OK 這樣 就會當你的手 敵人 對 他就會自己玩 但那些女生就會很喜歡看 我的情況就是 他們不當我是對手 我就是那個又臭又臭的人 不要緊 我們再說說其他 那些不好的東西 那些不好的東西 玩了魔術這麼久 一定會有失手 是 有沒有一些你個人很深刻的失手經歷 有一次很深刻的 就是 不一定要變魔術 你說你做過助手 或者你見過 或者你自己親身經歷都可以 演過 說不說可以 真的很尷尬 我們不開名的 他的表演就是 有一張板的物體 他請了觀眾唱 上來就躺在上面 那你聽過了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認識的 他會被蓋布 他就會很神奇 就可以令到觀眾會浮起 但基於一些天時地利的關係 那個人就降不下去了 那我認識的了 那怎麼辦呢 那加野 連同那個人 他在後面一起去後台 我們知道魔術的principle 他是沒有人救到他 可能甚至他的助手 不知道他會失手 也不關他的事 老實說 不知道有問題 有時的東西就是這樣 有時的東西是會 跟你比類別一樣 是的 Hanny你做了那麼多表演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令自己表演的時候 會發揮得更好 或者避免這些尷尬的情況出現 其實有一個秘密 其實我每次表演都會穿紅色底褲 即是避免風水的朋友 很久之前有一年堂說 他就說 Hanny我計算到你下一年 即是運程會差點會差點 會差點 那你穿多些鮮艷色的衣服 那我說 我是魔術師 很難穿鮮艷一點 對不對 你紅當當的嗎 我們穿紅色西裝 就不壞了那條紅色底褲 每次真的正式表演 甚至工作都會 習慣性了會穿紅色 所以我今天也是穿紅色 OK 但你覺得是否合作 那你也挺合作的 那也想問一下你 因為我不知道 如果真是一個不懂魔術的人 現在可能有些人會想Youtube 學魔術 有些人又不知道在哪裡學 那其實你有什麼建議呢 即是我現在真的 由零開始我想學魔術 我應該是怎樣 我們比較老派的 其實會覺得Youtube 好像破解魔術那樣 其實現在的Youtube 其實不是等於我們小時候 去圖書館看魔術書 當然有些Youtube會搞得好些 有些Youtube會搞得差些 但Youtube也是一個 開始學的途徑來的 但你想進階一點 我會覺得你可以去找一下 香港的魔術店 即是老闆可能會推介一些 適合你變的魔術 適合你學的魔術 你就會消費錢 這個重點就是 你用很多錢 你去學魔術也好 買道具也好 或者買一些配件也好 但剛才我們提到的問題 就是Youtube 很容易學到魔術 觀眾經常問 其實我們魔術師 都不喜歡破解魔術 但他們又不會知道 你教魔術 跟Youtuber都有人教魔術 有些就叫破解魔術 其實我們怎樣去區分 什麼叫真的教魔術 什麼叫破解魔術 其實是有很大的分別 破解魔術就是 可能你看完我的表現 你只說一個秘密 就是這樣 沒有說了什麼細節要注意 對 但教學 是真的希望看那個人 跟著他就會學識 而且會真的變給別人看 那是很不同的 破解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還有最慘的就是 其他東西就是彈琴 我示範給你看 我怎樣彈 這個要怎樣彈 手指怎樣 你知道做之後 你會感受那件事 原來這麼難這麼辛苦 我覺得更厲害 但魔術就是 是這樣的 你會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其實 不知道是被知道 幸福很多 這個真的 我們這麼愛魔術 其實我們很難回到 我們完全不懂魔術的時候 看回魔術的感覺 那你最後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想加入這個學業的人 你要先有一套 好看的表現 無論是你做近景魔術 也好 你做舞台魔術也好 你要知道自己 量度好一部分 你覺得很滿意 你自己有信心的表現 不要放棄每一個表現的機會 當然不要太兇 不要在很兇的狀況中轉 爽呢 爽呢 我不開心了 那我上去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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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每次表演 就好像你打遊戲一樣 你剛開始是Level 1 你打了一次 可能有些問題 如果我改一改模式 這樣說這句話 或者這個時機做的事情 都要不停的fine tune 我們一些很純熟的魔術 我們叫做Dousand Timers 都做了一千次 那你在那一千次 其實有什麼狀況都發生過了 這個對 這個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曾經有句話說 一個好的魔術師 他就跟一百種人 變成同一個魔術 一個普通的魔術師 他就跟同一個人 變成一百種魔術 通常比較出名的魔術師 其實他們都會有一個 很著名的表演 其實去到世界各地 甚至是魔術大會 的表演 他都在玩這一部分 但正正因為這樣 你會看到他同一部分的表演 他不停不停進步 不停不停會改良 最後要去到一個 我不敢說完美 但最後要去到一個很好看 所以我都是玩銀子 那些人都會笑我 你經常都會玩銀子 因為我真的玩了十年 那個流程 像你說的 我要到什麼情況 因為我問觀眾借銀子 我要拿二十元 那個人會給我十元 給我一百元 有時候我會拿銀幣出來 第一次你會不知道怎樣 但是後來 你全部都會有 解決方法 甚至是搞笑的 整個表演 我覺得會越來越好看 好了 今天就多謝Henry 你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接下來我們就 不可以這樣讓你離開 你怎樣都要玩魔術 好 那我們開球了 來 現在輪到我們的魔術時間 很簡單 你有沒有散開 散開 不像我平常騙錢的 是嗎 你那邊怎樣 我通常都是問 有沒有錢騙了 那你選吧 一元吧 我怕你騙我 一元 接著我需要紙筆 可能紙筆給我 後來拿紙筆 你放在上面 寫這個名 確保我沒有看到 有些人會覺得是造假的 V字 對 同時我們還需要一個玻璃杯 因為我還需要很多 對 然後我會這樣 對 OK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把銀子 平衡在筆蓋上 如果你可以在酒吧 和朋友玩 如果你有支筆在這裡 可以平衡在這裡 這是一個 bar bag的遊戲 就是 有什麼方法可以 不拿起背 不碰桌 反正 整疊銀子 十秒鐘 你可以想 不可以拿起 不能碰桌 但是踢呢 踢都不行 那踢就碰到桌 反桌呢 好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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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簡單 你想想出來 因為我們不可以拿起 但是我們可以碰 我們只要這樣 開這個杯 沒有拿起的話 就可以碰到 整疊那個人 就是這樣 這個很簡單 好 但Next Level 這次我們比較難一點 吸著它 但這次是Level 2 我們是不可以碰杯 我們不可以碰杯 不可以碰桌 我們要整疊那個人 就是全部都不能碰 對 再難一點的巴扁 有沒有方法可以做到 真的要想 十秒鐘 好 十秒鐘已經過了 這麼快嗎 OK 開鼓吧 好嗎 拿你的電話出來 然後開去拍片的模式 之後可以看 OK 那我們一起坐後一點 坐開一點 因為不想你覺得我踢到桌椅 好 很簡單 然後我想你 Zoom近去那個位置 Zoom近去那個位置 Zoom近去那邊 盡量碰到你 很簡單 阿姨姐 當你準備好的時候 伸你右手承出來 輕輕碰到我眼睛 OK 蛤 哇 那你又多了一條 很有影響的片 我很厲害 是嗎 OK 看看是不是你的責名 很緊張 你弄到我不想出這段 我輸了這段 我就不可以玩了 你可以這樣說 完 老實說 我大約看過 這是你的產品 講我的作品 這是你的作品 但我不知道 你那個演繹 我喜歡你的演繹 是的 演繹很好玩 花了很多時間 才發現到的演繹 而且最棒的是 他會有這段影片 我是可以拿這段影片回去 跟別人說 我昨天看了魔術 魔術很厲害 我這樣一看 他就掉了 其實這段影片 大家都很神奇 是 看不到他的手 但他會看到他無緣 嘩 我自己都嚇壞了 好了 剛好那個就是熱身 是魔術 然後是你的拿手絕技 沖騰 大家可能不知道 Helmy 我剛剛說了 在這個世界比賽 有必實 魔術界奧運 其實拿了獎 其實他拿獎的流程 也有很多扭解式 而且以我所知 很多作品 都跟扭解式有關 然後賣到全世界 可以接近七位屬 好 收入過吧 接著是否都會玩 好啊 全世界的人 都總會有一次機會 接觸過一個流程 但大多數人 都是不小心扭亂了 就扭不回來 接著就放在跪筒 在小時候沒有再碰過 所以流程式是一種很難的東西 但流程式跟我們魔術師 練魔術很像 我們會練好手法 很高難的 單手扭的流程式 然後慢慢就會有些事情發生 但這不是魔術 因為是我們練習的手法 真正的魔術是怎樣 我們真的練到每秒 就是我們會快到你看不到 你知道世界紀錄是多少秒 好像是5秒 5秒 其實是4秒多 不過4秒多也太慢了 因為已經玩不到 不過你可能覺得我分了一些注意力 所以最後一次我會讓你看到 我是怎樣還原它 OK 我不會離開你的視線 即是亂教我 你看到它真的正在扭 是 千萬不要抓住 看著 要抓住它 看不到 OK 1 2 3 做事呢 六面也還原小 但剛才這些是我的變 我想你也試一下 是 你也覺得我是怎樣 我覺得你很可能 那你會不會還原它 我曾經認識 我忘記了 教你 如果你這樣扭 是一輩子都不會還原到的 知道為什麼嗎 我廢 因為你本身不懂 所以我會教你很簡單 你將它扭的顏色 放在身後面 看著 不停靈靈靈靈靈靈 不停靈靈就可以 OK 你會覺得這個沒什麼意義 但最後你會明白為什麼 好 手放後面 先讓你看手帽的東西 手帽的東西 對 手放後面 對 手放後面 對 手放後面 對 好像剛才這樣不停靈靈靈靈 對 令你覺得想停下來 就停下來 可以繼續靈靈 OK 我很持久 所以我還是有多久 到今晚了 搞定了 OK 如果膠衝現在拿出來 覺得我會還原的話 不是 二線 一定會 一定會 拿出來看看 當然不可能 正正正 因為你不可能 你覺得自己這樣扭一定不可能 OK 對 所以我想你試試改變你的心態 相信自己真的做到 今天你發生 對 幻想自己真的有私機會 可以還到這個扭脾式 你知道我現在戴上沒有眼睛 我準備要提穿你 好 好 手放後面 手放後面 對 但還是沒有力 對 OK 然後呢 摸著位置 然後靈靈靈靈 一樣 好像剛才那樣 但你的信念要 對 你以為真的有私機會 令你覺得想停下來 就停下來 OK 可能你會有特別的感覺 停下來 好 你覺得這個位置是否很接近 我可以再兩下 好 再兩下 好 OK OK 如果現在拿出來 真的要找你 你一生日 我曾經還原過 但你已經忘記了 是 準備好了 慢慢拿出來 厲害 還完完完最後一步 恭喜家重 後面有沒有收到你的東西 後面沒有 後面真的沒有 喂 這個 不過其實觀眾應該也不會相信 他會覺得你是做妹 你不是的 老實說 因為我看過你玩這個 老實說 但我第一次是 親身感受 親身感受 因為你做得這麼好 其實我有一份禮物送給你 在這裡 你知道紙袋裡面裝嗎 是一個透明的玻璃瓶 你看到裡面什麼都看 OK 把紙袋放在紙袋裡 然後流計式放在玻璃瓶旁 很簡單 加充分 這個流計式 這個玻璃瓶 拿著頂 這樣嗎 是 這個就是我送給你 看著 1 2 3 聽聽 好 我屌 送給你的 放在這個桌子上 然後呢 永遠你見到這個流計式 你也要記住 很無可能的事情 都有可能發生 因為連一粒綠色 你都會親手畫完 我不會啊 所有的魔術 它最神奇其實是 只要你看片 可能你都會隔一層 但現場是另外一層 因為你真的多了一個真身感受 經歷了這件事 不得了 所以今天真的 很感謝Helmy 還有第一次的嘉賓 謝謝 還有帶著很多厲害的魔術 這個真的厲害 好 還有禮物收 謝謝 希望觀眾看完這集 對魔術可以多點認識 如果你想玩魔術 對這個人有興趣 都知道我應該怎樣開始 或者有什麼要注意一下 希望可以幫到你們 或者有什麼難題 我相信大家可以留言 或者直接可以DMA和IG 因為聽你講 很多外號子有時候都會DMA 謝謝大家 再見 再次感謝Kiosia的贊助 想買核心水的Kiosia個人記憶產品 就快點來這裡找我們 Kiosia港澳區指定代理 微思數碼有限公司購買 真的嗎 包來知道 燒錢 Oh My God 正常要噴 但突然間我又靈光一閃 我就嘩 如果再噴下去 不得了 嘩 我就一下子噴 一噴 就燒到我嘴裡 整個噴下去 嘩 好可憐